上一次心跳 心要跳出来了 我觉得这事情是要花钱的 电给你看 哈喽COSMO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徐明浩 巴黎的秀算是一个大的盛典 所以一直在之前 就在我心里埋下了一个种子 然后这一次能来到这边 首先我觉得也是圆了自己的一个梦想 然后第二个也觉得 在现场也有很多人为我而来 所以我觉得真的特别的幸福 一开始上场的时候 其实有好几位模特 身穿那种长款的风衣 我就特别喜欢 因为像我平时的话 我身材就是比较瘦长 然后喜欢那种可以把我调起来的衣服 所以看刚才的秀的时候就觉得 这个是我平时也很喜欢想要穿的衣服 这是我第一次一个人来到巴黎 第一次看秀嘛 所以我在车上的时候真的特别的激动 然后心跳特别的快 但是当我下车的一瞬间 然后有很多粉丝 为我欢呼 然后喊我的名字 其实那一瞬间 我所有的紧张和这种心跳加速的感觉 就都消失了 就完全就沉寂在我和他们之间 我只要看见他们 我就觉得 我这一路走来 所有的艰辛或者辛苦 我都觉得无所谓了 其实我觉得两者其实是不能比较的 所以在舞台上的时候 首先想把最好的一面分享给他们 然后对话的时候 想尽量记住每一个人 看见每一个人 所以每一次演唱会的时候 我都会竭力地去跟所有的人打招呼 但来到现场这种秀场就是不一样 因为就在我的身边嘛 距离就更近了 所以我感觉两者给我的冲击是不一样的 我自己都没有给自己定义一个 徐明浩是什么风格 因为我喜欢很多风格 在我喜欢时尚之后 我会去接触每一样的风格 并且在每一样的风格上 都找到自己的风格 所以我没有办法去下定义说 我到底是一个什么的风格 但是我觉得我在每一个风格上 都可以把我自己的一面展现出来 我觉得这也是我徐明浩的风格 我觉得一开始我刚喜欢时尚的时候 我就是在借鉴我觉得帅我觉得漂亮 或者说我觉得很有sense的人的穿搭 他们的一套思想方式或者说自己穿搭的模式 慢慢慢慢就可以找到什么东西是适合我的 什么东西是不适合我的 其实我觉得现在我还是在一个学习和成长的一个阶段 简单大气耀眼 其实之前我的发色稍微有一些偏黄 为了我这么重要的时刻 对所以就又漂了一次 然后把黄色尽量去掉一次 你会担心这样平凡的漂着吗 我觉得我身体可以承受的情况下 我一定会去尽量的让我们大家都开心 对所以现在的头发还是很飘逸 不用担心 好像是今年年初的时候 我有一个画报杂志 然后那个时候就让我涂了黑指甲 然后就一发不可收拾 从那之后 就是之前也会去店里 然后去美甲 然后现在最近太忙了 所以就自己涂黑色 对就自己涂 就是这种比较随性的感觉 我觉得 还挺有个性的 对目前我的审美 我觉得还很喜欢 我觉得回归的事情 我们是要花钱的 所以我从来不会透露 任何关于回归的消息 我只能说让大家 期待我们三十天的这次回归 也期待我的表现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 有趣的事情就是 一直都很想来欧洲 然后一直都没有来过 结果一来就待了三个星期 然后去了三个城市 所以对于我来说真的 想做的事情运气来了 挡都挡不住 所以我真的觉得特别开心 可以来到这里 看见不同的风景 也可以把我看见美好的东西 分享给我的粉丝们 比起我想尝试 导演们想 希望我尝试什么 找我吧 电给你看 不跟他说话呀 自己该干嘛干嘛呀 要不然才能走到这一步 没去一个国家 只要我的体力可以的话 我首先都会去美术馆 会有天好景的风格吧 近现代的艺术作品 是我更加喜欢的作品 因为当我去看一些 不是很具象的东西的时候 我可以把我自己的感情投入进去 我觉得审美这个东西 它一开始一定是出于感性的 但随着时间的积累 可能会慢慢的偏于理性 但是给予你最大感动的美的东西 我觉得还是要回归于感情 我觉得孤独这个事情 就是我们一定要接受的事情 我觉得不管你再怎么幸福 都是一瞬间的 但孤独这个本身就是永久的事情 从高到低对于我来说 都可以带给我不同的感受 所以可能现在孤独对于我来说 不是一个负面的一个词语 它就相当于幸福是一样的 只是感知的程度不同 就是只有我在感受到 我存在一些情绪的时候 我才觉得我活得有意义 就比如说像这一次看秀 我能感受到我的心在跳 我能感受到我脑子里充满情绪 我就觉得我在活着 在日本巨蛋巡演的时候 上一次去参加青春环游记 第一季的时候 可能对于我来说 每一次新的事物 都会让我心跳 我呢会一步一步 慢慢的往前面走 然后你们呢 愿意与我同行的话 可以陪在我身边 然后希望 以后也可以和你们一起 看更多的风景 然后也把更多的美好分享给你们 谢谢你们一直支持我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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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